秦天柱为什么会黑化 难道真的被昆塔杀一个大鼻斗 就能打到黑化 其实这只是他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 如果是你 你也会黑化 在刚到地球时 秦天柱遵循领袖原则 极不伤害任何一个有生命的星球 即使大黄蜂被抓 他也只是默默捡起山姆掉落的眼睛 而当爵士质问他为何不救大黄蜂时 他却是这样回答的 很明显 这时候的秦天柱是能为大义牺牲一切的 在变异决战时 虽然汽车人侥幸获胜 但是爵士却被威震天撕成两半 而大黄蜂更是被红蜘蛛炸断双腿 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过后 秦天柱却认为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反而召集更多的汽车人来到地球 随着与人类成为亲密无间的战友 愈发贪婪的美国军方 也将目光转移到变形金刚的科技之上 总理助手更是威胁起秦天柱 要么交出武器 要么滚出地球 大哥自然不肯同意 而正是这一举动为日后的背叛埋下祸根 到了丛林之战时 为了保护山姆脑中的信息 秦天柱不慎被威震天偷袭身亡 此时的地球已经岌岌可危 可人类却不管不顾 第一时间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盟友 暴怒的铁皮直接掏出武器不服就干 可当堕落金刚强势来袭之时 人类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昧无知 曾经引以为傲的航母舰队 在霸天虎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好在大哥最终被山姆复活 随着秦天柱装备天活体验卡 天神下凡的他再度拯救地球 到了变三时 霸天虎们开始转变策略 决定榨干地球能量 以此来修复赛波坦 更是与汽车人前任领袖 玉天狄秘密达成协议 随着铁皮被玉天狄背刺而死 人类科研基地更是被其无情摧毁 姗姗来迟的秦天柱看着眼前的一幕 无尽的悔恨与懊恼充斥在他胸膛 可人类却将一切都归咎于他 更是将汽车人直接赶出地球 昔日的盟友 此刻却如丧家之犬般被驱逐 临别之时 山姆询问秦天柱有何计划 此时的他却再也不愿相信人类 只是使用障眼法假装离开地球 同时用机让人类明白霸天虎的野心 得知真相的他们再度与汽车人联手 当真实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在以秦天柱付出一条手臂为代价之后 霸天虎的阴谋再次被粉碎 本以为这次能换来人类的和平共处 却不想他们秘密建立起猎杀汽车人的目风小队 当看到灌牵脚被人类残忍无情的杀害 而救护车更是被禁闭掏心掏匪 秦天柱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在前往KSR公司讨要说法时 大光头的一句话就让秦天柱彻底破防 原来一切都只是错付 逃亡途中 禁闭的一句话也让秦天柱彻底惊醒 此时的他终于明白了领袖的意义 于是他开始招兵买马 在以德服人收编了恐龙小队之后 两大领袖的联手也让这场战斗变得毫无悬念 随着赏金猎人禁闭的败亡 秦天柱终于决定正视自己的内心 孤身前往母星讨要说法 此时的塞伯坦早已是断臂残缘 而秦天柱更是被昆塔杀一个照面就制服 原来自己一直帮助的地球 竟然是塞伯坦死敌宇宙大帝 为了修复母星 以及过去自己的种种圣母行为 秦天柱也逐渐黑化 纵观他这一路走来 战友的死去 爱人的消逝 恩师的决裂 盟友的背叛 领袖固然需要顾全大局 可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体 如今在经历一切之后 秦天柱也终于成长为合格的领袖了